这个波比选出来就是防止自己队友太难受了 上波 感觉Q3回来要单杀了 单杀了 上波 哇 这个盾这么好 这Q3中得掉吗 中了 死了 卧槽 这么热 波比来得很及时啊 布蒂尔到底是什么技能啊 这两个盾 盾得得有400吧 肉的我都看傻了 肉的 沙皇波比来下 越为我去下路了 小虎这里在干嘛 小虎在吃F6 这样子流星锁要倒了 小虎踢下来 闪现奈特戴没用啊 小虎来下路被推过去 这里RA打得很果断啊 敲掉一个辅助 然后小虎踢下来也不理他了 杀一个AD走了 交掉双招了 好亏啊 小虎这里沿途空了 还要走 柳金松被挑起来水炮 小虎 OK 赵琴来得很及时 直接过来 波比上还有闪现的 闪现直接敲波比 波比还有闪 小豪有点生气了 但是没用啊 波比伤害计算很准确 自己的闪现始终没有交 微波比也能接受吗 我觉得其实微波比后期真打不过2A 这阵容 不是一个级别的 下路 眼圈 波比 哎 波比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没有人支援波比的 要被打闪 绝对要被打闪 闪现戳 没戳到 造型黑切的打波比好痛啊 这是有守望者铠甲的波比啊 打人真的痛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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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萨姆打人残险 阿萨姆要被杀了 雷迪之间互换 这波赖子好在走位 移速够快啊 把弩箱Q扭掉了 不然应该是要嘎了 来了 直到你波比没闪 这波纳美直接闪走麦波比 波比一个R 走奎藏提来了 小豪 R闪很帅 自己应该也要死 沙皇这里有闪有大的 小豪还在输出 ZDZ这里乌蒂尔跟奎藏提完全不是一个战力的 Q3空了 那乌蒂尔也能收一个 乌蒂尔还在输出 还行 两边上单都是有进场收割能力 这里小徐还在操作 阿斐来了 Q3Q3的小虎 但是流星的这个Q很关键 不过小徐还在冲进去杀了 而且这里乌蒂尔跟沙皇的进场又是杀掉优尼尔 这一波感觉有点疯了 微波机 现在先锋在手 要抱一抱团 网路现在一个Q加AA把赵姓跟厄斐都打着半弦 厄斐这么没闪的 被牛到 流星松在正面 阿萨姆一套被牛 厄斐反秒 怪怪 这一波厄斐牛死的伤害绝对是 让努西安这里没有想到啊 已经没得跑的 奈特回头把努西安秒掉了 操作已经拉满了 努西安火炮两件他 奈特这里一击 流星松Q到了 没有死 奈特 奈特自己都没想到 这毒箱还什么狗发伤害啊 我晕呐 教练有挂 我上去跟他A了一下 我空血了 他也满血 行 那就叫他AD体制器 把AD秒掉 诶 这里中路开到厄斐 那每一个起码没中 这里小徐感觉好像跑不掉了 不对 小徐跑得掉 小豪被怼在墙上 奥斐的伤害拉满了 这一个平A能A掉小徐吗 但是奥斐被沙皇打出了闪现啊 这波RA的团战配合 诶 不对 沿途到了 这部微博机拿下成功了 打了一个一换二 感觉这部微博机后续都没有杀人能力了 但是突然的把沙皇秒掉了 这里微博机直接来开 大龙 真不假的 视野还真行 微博机这你 但是打大龙打不动啊 而且恶斐没闪的 确定还要打吗 先开小徐 小徐太肉了 还有免疫控制 而已戳两下 小虎 这个中二是守不了啊 微博机这你 你别说A打的还真有点张法啊 真有点张法啊 他有运营 你看把你微博机的人拿回来 我又去大龙了 你微博机怎么办 下路兵线上路兵线中路兵线全要处理 你让你大闷呐 这里那每一个R 打断一下微博机的人 大龙要抓掉了 眼圈直接开大招过来 哎 眼圈Q到了这个大龙 RA犯的致命是 哇那有 眼圈在空中的一个Q把大龙抢下来了 天选也是唯一 这就是微博机 进击马上要反超了 RA这一波运营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 出现了一点故障 两边的话是 微博机视野更好一点 这条龙的话可能要靠抢了 RA现在这个阵心只能打到这个丢点 沙皇来到正面 沙皇 沙皇被挑起来 要被秒了 没有被秒 但是ZDZ这么可能要死了 波敏一个大招把货牌三个人全打飞了 沙皇这里走位扭掉了 小雪的Q3 但是沙皇好像跑不掉 没有人打得动 这亏仓体 这条龙 微博机拿下来 但是打团打不过 你别说这波比大招每一波都很关键啊 这一波又是大三个 看一下啊 没有办法团战 先开大龙 跟上一波很相似 但这个大龙上还有的 小雪 五点儿 两个人站在前面 没人打的 这个盾也太厚了吧 看着啊 两边上单 ZDZ 被独献打了四枪 稍微算是有点伤害吧 不过这个盾慢慢又要回上来了 继续开大龙 RA这里 因为中路没有献权了 沙皇有闪 微博机这里 只有照星没闪 Q3回去 ZDZ ZDZ 被消化是半血 沙皇跟独献的伤害配合在一起也很多啊 奈子这里空血了 所有技能全打出来了 这波微博机怎么输啊 小豪也没闪的 大龙三千应该要弱掉了 小虚魁当地站在前面打不动 大龙先弱 微博机也不想走了 到底什么意思啊 微博机 这波要打到底 好像还不错 小虎的伤害配合 阿菲把对面的波兵秒了 还要继续追 岩缺下来 流沙皇 沙皇有微博机跑掉 RU就不要撤 沙皇这点好像不想走了 那沙皇应该要被秒了 一个推 也是没办法了 这一波后续微博机还能往前拱啊 我都感觉是避炸的 如沙被大龙喷飞了 沙皇被对面激火了 站在太前了 我就感觉这一波 应该微博机没道理赢的 但是现在的话 RR好像局面还是小油 要来开 诶 沙皇没闪 被打下来了 波比一个大招 击飞两个 这条龙怎么说 刷新呐 但这样子的话 微博机没有 延确的大招 是不是就不好进场了 沙皇在这戳 这里接又跟 展现戳起来沙皇 ZDJ在前排 沙皇在爆戳ZDJ ZDJ的血量掉得很快 那就死不了 两边互相拿扯了一波 以后好像又要 又要撤了 要撤一波了 这里造型回家了 没有闪现 提过来的一个乌蒂尔 落地以后跑得好快 R也好像不知道 沙皇的位置的 沙皇弄了 身边阿萨姆被留住了 阿萨姆可能要被留死 奶油也被厄斐逮到 厄斐留死 还有一个闪现 闪到农坑 配合队友一起 这波微波机团战应该又是赢了 现在RA打团 打不赢微波机 小伙 踢到中路 牛人直接闪现逃跑 留住了没有 好像没有 但照性还能留 延突到 小虎 微波机这里好像要一波了 打团 大不过呀 RA这里 但有一说一 现在打到这个时间点的话 恶斐 确实比无限要强太多了 哎呀 这一波RA能不能数下来 10秒的一个波比 冰线的话是没有 没有大龙buff加成的 冰线没了 直接A塔 微波机这里 先打人 什么情况 还在输出 A塔 塔A掉了 还差一下 Q3 Q3到这里 招性 招性有大 阿菲还在完全拱 阿菲阿菲 穿穿穿 乃德这里的伤害 拉满了 乃德还在完全拱 一波拉 微波机 恶肥留思 打到后期还是强 微波机有惊无险 打团能力还是有的 这把能翻 确实 有实力 也有运气 缺一不可